上集说到,曹耀英遭遇职场性骚扰 她从酒店一出来,就直接躲进了欧阳亮亮的车里 要求欧阳送她回学校 路上,曹耀英询问欧阳亮亮 是不是每个主播都要经历这些 欧阳告诉她,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大,才能战胜潜规则 高子义回到甜品店,恰好看见姐姐刚离开 姐姐回去的时候,看着高子义送的甜品 回想起在甜品店,看到别人给弟弟的留言 还有甜品店老板娘对她的高度评价 她第一次觉得,高子义的坚持是值得的 姐姐尝了一口高子义做的甜品,确实很好吃 她给高子义发出消息,说这段时间暂时不会来找她 再给她一个月的时间 有了姐姐的支持,高子义很开心 叶暖宇将新公司的市场分析交给了裴静 她为了去新公司下足了准备 新公司对于她来说,或许也是感情的开始 曹耀英直播完准备去看房子 欧阳亮亮得知后便说 自己有一套房子可以租给他们 她带着曲默和曹耀英去看这套房子 两人都非常满意 曹耀英去公司的时候 发现其他主播都穿着另一位设计师的衣服 而这件衣服和曲默的设计特别相似 曹耀英询问汤米哥 汤米哥说是自己设计的 曹耀英赶紧告诉曲默 他的衣服设计被人剽窃了 曲默惊讶之余想到了刘姐 她质问刘姐是不是把设计稿给了别人 刘姐没有承认 反而反咬曲默一口 曲默拿着衣服伤心地离开了店里 回想到一路上受到的质疑 她特别难受 裴静在换衣服的时候 突然看见了一件西装 上面有曲默给自己的缝的刺绣 这是当年曲默和裴静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曲默看见了裴静衣服坏掉 轻而易举就帮裴静把衣服补好了 裴静给曲默发消息 约她晚上吃饭 她特意穿上了这件有意义的衣服 并向曲默道歉 曲默说自己遇到了小问题 自己大学的设计被别人剽窃了 不过曲默却丝毫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 裴静说自己要去外地工作 一去就是五年 希望曲默和自己一块过去 曲默很诧异 表示自己不想走 裴静说 曲默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中 他会为曲默安排好一切 裴静眉飞色舞畅想未来 曲默听不下去 主动提出了分手 并认为 即便自己不提分手 没有选择随裴静去外地的自己 也会被分手 裴静没有否认 并说曲默一直都没变 曲默真的会和裴静分手吗 不认为这一切都没变得了吗 不认为这一切都没变得了吗